第266章 两大世家掌权人 总算摆脱了很耀天 芸汐不动声色地从神医城壁板间挣脱 顺便扫了眼四周的宾客 有些还是她上一世的合作伙伴 虽然年轻的许多 可样貌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商业界里真正能赚的钱的都是眼光独到的老手 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山鸡 芸汐悄悄朝沐飞池那边看了眼 一生的生人物尽的气息 难怪没几个人敢靠近她 周遭一群的投资商 企业老板 全都只能远远地望着 没敢上前打扰 让她意外的是 沐飞池身边站着的两个男人 仔细一看 她不由地稍稍赚紧了酒杯 看来 今天的酒会 她没白来 能把京都三节都凑一块的酒宴 沈亦成这个长公子的面子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难怪今天在场这么多航门千金 感情全都醉翁之意不再久了 先不说沐飞池这个不轻易露面的单身贵主绑绑手 其他两个大世家的掌权人同时露面 也足够让他们疯狂了 更何况 今天的主办方还是京都的长公子 简直就是上流社会的盛大聚会 他就这么走了一圈 就已经被一群女人的眼睛凌迟了一遍 芸汐 韩耀天怎么得罪你了 沈亦成突然转头 问了句 芸汐愣愣愣地回头 扯了个无奈的眼神 嗯 举止轻风 看着就不像好人 万讨厌 不喜欢的话就离远一点 反正跟他合作的人是我 你不用跟他打交道 沈亦成顿的顿 继续道 如果你向借机报韩耀林的一箭之仇 我也可以帮你 芸汐微微眯眼 脸下眸底的冷意 扯了扯嘴角道 不用 韩耀林是韩耀林 他是他 他跟韩耀天之间的仇恨 只有他自己懂 没有死过的人 不会明白他此刻心里有多恨 又有多隐忍 转过头 他看了眼四周 想上钱跟沈亦成交谈 却又止步于钱的身影 你先去招呼客人吧 今天你可是主家 我去那边找点吃的 好 别喝酒 今天的香槟酒精度比较高 不能再喝了 我让人给你倒杯果汁 芸汐点点头 转身往角落边上的自助台走去 晚宴人已经到齐 工筹交错 推杯换盏之间 谈的无非就是交情和利益 芸汐对这些没兴趣 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里 不动声色地看着韩耀天和沈亦成 穿行在各色各样的投资商和企业老总之间 这个年级的韩耀天已经算是比较圆滑了 再加上那张还算过得去的脸 比起韩婉林那个蠢货 她的优势更大 所以韩婉林一遭重创 她爸就急着把她扶正 大家主理的男丁继承权 远比女人继承要获得更多利益 用女人去联姻 既要担心女儿是否听话 又要担心女婿家能否被自己操控 可男丁却不同 女方家能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商业伙伴 她正捋着思绪 几个身影就拦在了她面前 挡住了她的视线 这边是偏僻的角落 再加上有大型盆栽阻挡 一时半刻也没人注意这边 中间的女人居高临下地看着芸汐 手里勾着杯红酒 妩媚的眼神看向芸汐的时候 轻蔑又傲慢 我认识你 哼 你不就是那次 在神老夫人的拍卖会上偷东西的云家大小姐吗 哼哼 丢了这么大的人还敢出现在这个圈子里 你也是够不要脸的 芸汐倾扣在沙发背上 懒懒地抬眸 成侧的眸底 沁着几分冷意和散满 这副模样 俨然是没把它们放在眼里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你 我认识我认识你